好我们紧接着要带你来关心的是网购 网购很方便但争议也很多 到底我们在网路上有的时候买到很便宜的东西 又搞不清楚是真还是假要怎么分辨呢 今天风哥带了你珍藏的鸭箱宝 这是什么让秦老板帮我们看一下 这个是大清康熙年制的一个盘子 大清康熙年制的盘子 这是官邀的 官邀的它上面后面都有洛款 在古时候要有那个官邀才可以洛款 那我就来做一下showgirl好了好不好 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来 后面都有洛款 我们当时弄破 我弄破我就开了 然后这是它的鞋面 看起来确实蛮古老的感觉 尤其是这种 这种瓷的颜色 是 青花 青花 这种感觉 然后再加上它白色的地方 这样咕咕 是 看起来看呢 这是青花蚕之文的一个盘 看起来是景德镇 景德镇 它上面后面是写的 大清康熙年制 感觉起来 应该是一个 还不错的一个瓷器 风哥你怎么会有这个盘子呢 这是一个朋友 今天就是朋友一个委托 他也不愿意曝光 就是因为我们要打算在 请老板来看一下 9月要去香港嘉德拍卖场 有收到那边的邀请 好 所以我们现在先 那我们目前还在考虑当中 要不要去 我们先鉴定一下 来 那这是 这个是 刚才我们听了我们立委 我们市议员提到体育界很黑 但是在古董或是宝石 更黑 所以大家在买这些东西的时候 要更小心 千万不可以以耳带目 什么叫以耳带目呢 听故事 听卖的人讲了一堆 你就哇 是是是 猛点头 然后就猛掏钱 到时候就吃亏上当了 因为这些东西 评论你讲 这里面是有学问的 不是一般人可以鉴定得出来 不是说张三理事拿起来就可以鉴定 好像说一个政治评论的人 他会收集很多的资讯 不是说看看报纸就可以讲 OK 所以这一类的古董的文物的东西 你在买这个东西之前 第一首先 你得要做点功课 比如说北宋如遥 北宋如遥现在在故宫有几件呢 是不是到处都有呢 如何取得呢 当初的这个历史背景是什么 你这个都必须要了解 当然更进一步的 北宋如遥有什么特征呢 是不是 它有什么样的特点 让你可以说去做鉴定 这个也你必须要了解的 如果我们一般人没办法了解 怎么办 那我们找一个专家吧 当然就找你了 但是假的专家很多 这个我要特别讲 特别有假的 我也不是万事都懂 好来 丰哥那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西汉 那个青年透光魔镜 在那个西汉当时 魔镜啊 老律师我教你三招 你在手掌心这样敲 你知道 你就可以抓得出来 他是真的还是假的 第二个就是说 所有当副业者 一定会做了一个动作 链条拿开 专家他一定会打型号 那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 所有业者讲的 他们叫做开罐头 所谓的开罐头就是 铿哥那这是什么 这是那个西汉 那个青年透光魔镜 在那个西汉当时 魔镜啊 他们是用那个 那看到他就满想问说 谁是新闻圈最好的主持人 他们是娟姐啦 他这个就是 他古时候 他是用这种铜镜 在当镜子使用 他只是一面普通的镜子 他特别的地方就是说 特别在哪里 他这个阳光照射 他背面是一个观音 他阳光照射到这个镜面这个时候 他这个观音会投射到墙壁上面去 阳光照射镜子这一面 他背面的铜镜 他会照射在墙壁上面 会反映在墙壁上 目前事实上只有四面 在上海博物馆 包括有一面那什么 日月之光天下大名 他一样照射出去的时候 铜镜在墙壁上面 就是八个字 很明显的这八个字 那四个现在已经目前 收集在那个上海博物馆 全世界只有四面模镜 这边我们还没有曝光 有一面在白雪公主那里 现在在阿冠姐手上 好所以到底是真模镜假模镜 等会来问一下前老板 那前老板赶快帮我们鉴定一下 这样子 风哥说啊 这个全部 是我看一下 这四样东西看起来都不错 那今天暂且 我只把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 先提一下 首先阿冠你手上拿的这个 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青花瓷盘 是 旁边是花卉 中间是有一个花篮 这个是一个富贵人家 一般来讲放在书房做摆饰用的 不是拿来当做这个餐盘用的 不是那个米歇尼餐厅用的东西 所以这一类的东西 青花来讲 是中国古时候 基本上富贵人家才会拥有 富贵人家才有的 不过如果说是官窑 我们现在讲官窑的话 就是在 比如说你在加斯德拍 到这个港币千万以上的 这是属于官窑 所以官窑的东西 它有一些品质管制 也就是说它烧制的整体过程 它是很严谨的 不是一般人家里面 或者富贵人家里面那种 富贵人家里面 是算是一般的瓷器 大部分我们在市面上看的是 一般的瓷器 那么怎么分辨呢 这个瓷器 青花 尤其从元朝开始 在全世界大放光明 原因就是青花烧制是非常难的 尤其在这个蓝色的部分 它的这个染料是进口的 所以我们怎么分辨它的真假 或者它是出自官窑 除了染料 除了这个胚土 制作 窑 还有右色 这五种特点 那你可不可以用这个盘子 帮我们举例 稍微让观众朋友明白 好 我这样看 从这个整体的光泽上看 它应该是个老盘子 老盘子 但是我从它的制作上面 我这样来看 我就发现它应该不是官窑 不是官窑 应该不是官窑 因为官窑会做得比这个更精致 所以你是从它的花 花卉 或者是颜色 或者是它的盘子的平滑度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看出发可能 我这样子看 它应该是一个还不错的 这个青花瓷器 但是应该不是官窑 应该不是官窑 我们常常看到 瓷器的背后 有写到什么宣德 或者是写到什么乾隆 就以为是皇家所用 不是 那是那一年制 不是皇家的 是皇家的 这不是写了康熙 康熙皇宫里的 这不一定是这样子的 重点如果说是皇室在用的 比如说我们等一下看到 这个如瑶的碟子 这个是一个花器 这个你看 它已经符合的几种标准 比如说你看 它这个纹路 这个叫印花 这个印花的纹路 这个在北宋的这个如瑶里面 它是有的 不过我看起来 从它的这个胚胎上面来看 胚胎的 就整体的这个磁土的胚胎上面来看 我认为它不是真正北宋的 没有到那么久 因为真正北宋的 所以胚胎可以看出它的新旧 甚至看到那么细 因为那个矿场的磁土 已经没了 因为那个经过战乱以后 那个窑已经不见了 后来的窑会做得更精细 它不是做得更粗 是做得更精细 但是那个做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怎么看得出来呢 做的方式 这个可能不是短短时间 可以看得出来的 就是这样讲到晚上12点 是 所以我们在跟着讲说 你在买这一类的东西的时候 你只要看 觉得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东西 你就可以买 但是价格你就要想到 它会不会是故宫摆的那个东西呢 我想那个情况 怕你要再仔细地再试一下 那这个魔镜 我们是不是要来试试看 它是不是真的能够光照射之后 我们在想 就能够把图它反射印在墙壁上 我反问你一个问题 镜子是拿来干嘛的 干嘛的 照你的面容对不对 是 就是整理衣装嘛 是 是不是 会不会拿来反射 不会 不会嘛 它的功能是不是拿来反射的 不是 就是拿来看嘛 看我今天 我今天长一个豆子 你会这样子嘛 对不对 你不会拿来照来照去嘛 不会 OK 镜子从古以来 以镜为镜 是我们中国人一个生活的用品 所以古铜 古铜的这个镜子是青铜器 青铜器是铜跟锡的合金 那这种镜子不会太亮 所以在古时候 青春都看不是很清楚 不会很清楚 那镜子每到一个时间 就有磨镜的人到你家里来帮你磨 帮你擦拭 那有一种行业叫做补钢磨镜 就是你们家里的瓷器如果破了 古时候要你家里有一个瓷器很难 都是陶器 就是都是陶的 就是红陶或者黑陶 所以有瓷器很难 如果瓷器破了呢 你不舍得丢掉 你要去补 还补啊 有一种行业是补钢 就是补这种瓷器 另外就是磨镜 把镜子怎么办法弄亮 一般人没办法弄亮 因为它必须需要有一点 有一点研磨的这个作用 但是呢 我们可能不见得 有那么多机会收集古物 是 但我们有很多机会 买珠宝 买珠宝 是 珠宝 来 比如说我今天带来都是真的 我今天带来一颗钻石 你看 这颗钻石是假钻 假钻 大家可以看一下 很亮 比针钻还亮 比针钻还亮 对 这个叫磨心石 为什么它比针钻还亮 钻石是单折光 磨心石是双折光 所以它亮度更亮 可是它的硬度就没有那么高 没有钻石的石度那么高 所以我们这样讲 那我们放到显微镜来看一下 我们来可以看 上显微镜 我来把它夹出来 好不好 来 所以买东西很重要 就是说 其实买东西跟人有关系 你知道吗 为什么跟人有关系 海上它是假的 如果 如果 如果你买东西找错人的话 我觉得也很悲惨 好 我们来 我们来看一下 显微镜上看一下 也许我们的镜头可以戴上来 你看 双折光的光看起来很复杂 是 很复杂 真正的单折光的光景 非常的单纯 它不会这么灰了 不会这么灰 不会这么乱 折光这个绕色很严重 这就是这个所谓的双折光的问题 好 那现场你戴了真的蓝宝 我也有戴真的钻石 那不然我们来比较一下真的钻石 钻石来 我们也可以用摄影机可以进来 进来 稍微照一下 这颗钻石 大概有三颗拉多吧 这个是 好大 好大 今天特别带大钻石来给大家看一下 真漂亮 其实钻石投资 我们摄影棚没有特别打灯就已经这么漂亮了 钻石投资不能太小 不能小于一颗拉 那也不能太大 不能大于五颗拉 那我们是不是也放到显微镜底下来看一下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一个三颗拉的钻石 来 看看 好 我们在显微镜底下 你看 光景就很单纯 它的折射 它的光 刚刚就完全不同 不会有绕色的情形 很干净 就不会那么乱 是 这个钻石是VBS1 很漂亮的一个钻石 所以 看得很清楚 在显微镜上就看得很清楚 在显微镜底下 是 就无所遁形 对 所以你在买钻石的时候 你一定要怎么样 找一个很有公信力的鉴定所 帮你做一个鉴定 好 你千万不能够贸然的买 那我们再把这个 我们再来看 蓝宝石 蓝宝石 那我这边有一颗是 二度烧的蓝宝石 我也把它 我也把它给大家 观众朋友稍微看一下 然后 二度烧的意思是 就二度烧的意思就是 经过处理过 经过皮处理 所谓皮处理就是 镀膜处理 就像我们车子做汽车美容 对对对 把它你真聪明 就是这样 然后把它 那个染料 涂在这个上面 让它看起来更蓝或者更红 但它事实上是染过的 是是 我们也可以上显微镜来看 我们大概可以看到 看出来 OK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很多的染料 集中在某一个地区 比如说林线或者是周边 这个就是二度烧的一个特征 所以它的旁边会 它的周边颜色会特别的深 是是是 你看旁边 尤其你看 有一些色素会结块 你仔细看 有些色素是一块一块的 这个就表示说 这是一个色素染色的 处理的一个蓝宝石 这个在显微镜 这是二度烧 对 让它的价差跟 完全没有经过处理 真的蓝宝的价差差多少 差一百倍 一百倍啊 是 所以你看看 如果你买错了 你看这个 我们可不可以在电的前面 让观众朋友比较一下 这个二度烧的蓝宝 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钱老板又带一颗 真的 真的蓝宝石 完全没有经过 任何处理过的蓝宝 完全没有 好 来我们来比较一下 我们观众朋友照近一点 好 阿关手上这颗是真的 这个在摄影机下面 是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的 两颗都算类似 其实都很蓝漂亮 都很漂亮 但是我们现在再把真的放到显微镜底下 观众朋友就会分出真假的不同了 是 那我们把灯光打下去 从显微镜底下来看 这颗蓝宝石 好 这个蓝宝石就很清楚的 很清楚的 蓝宝石的这个色带很清楚 我说色带就是一个平行线的 有一个所谓的天然颜色的一个结晶体在里面 非常漂亮 它的颜色很干净 然后那个界线很清楚 没错 所以这个就是天然的 而且没有像刚刚那样 周边有特别深的一圈 是 那这就是真的蓝宝 真的 所以如果有一个 一百倍的价差 那样处于起命案 所以特别邀请到 前行事警官 新闻院要来告诉你 其实现在很多人买东西都是面胶 但你知道吗 面胶经常是一场叠对叠 而最近引发轩然大破的是 一个三岁的孩子 靠在将军超跑上拍了张照片 想不到台阶比较大条 所以邀请到专业式车手 Andy老弟要来告诉你 对拥有超跑的人而言 到底靠一下有多严重 好 另外当然还关心的是 这两天发生了一桩 非常诡异的游艇命案 我们邀请到资认社会记者 胡孝成要来告诉您的是 因为宗教而走火入魔 引发的诡异命案 还有比这一桩游艇命案更怪的 同时邀请到前行事警官高仁和 他说他毕生难忘的见识经验 也比这一集诡异命案还更诡异 至于在娱乐焦点非常有意思 则带您来关心的是 孙道存 曾经宣布破产的孙道存 想不到又被职集了 这次被职集带着嫩气去逛高档超市 资深媒体人许盛梅说 其实孙道存真的花名在外 而且有蛮多孙太太的 连他们狗仔在跟也常搞错谁才是真正的孙太太 好 节目一开始 下一个大事 带您来关心的是 只是为了买东西 为了网购 因为面交的一点点不开心 竟然酿出一起命案 车祸现场拉起封锁线 造势宾市车车头撞到全毁 保险感掉了下来 宾市车撞上一名骑士 骑士喷飞到对象 到院后宣告不治 车祸的现场对象有来车 一个骑士 张姓骑士 他撞倒 然后又再追撞到一部自小客车 造成骑士耍背有骨折 凌乱现场看似单纯车祸 但警方却发现关键证物 黑色道具枪遗留在现场 案情大逆转 原来车祸发生前 遭撞的潘姓骑士和肇事的流行男子这一方 出现在车祸现场的一公里外 两方声势谈判破局开枪 不满对方示威 流性驾驶 最后追到环汉路上 追撞骑士 两方疑似为了买卖纠纷 两千元的金额瞧不拢 现场爆发口角 潘姓骑士掏枪恐吓兵士车 引来不满才会预谋撞人 行到飘飘 算是骑摩托车的拿枪 开电路的行为再追 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 幸好觉得对方拿枪指的兵士车不爽 走在最前头的 就是撞人的流性嫌犯 为了一只手机居然撞死人 更无端破极名不相干的歧视 撞到手臂都骨折 一时冲动实在残忍 真的是一时冲动 酿出大祸 两个人见面 买家卖家见面才两分钟 一张不高兴 有什么呢 他说 你买手机的两千块钱 我真相逢我看 他说你手机的相逢我 你不高兴 我头上就都死 最主要是屁还要拿这个东西 他最主要是 关键是他这中途 他在跑的中途还拿了一把枪 关你拿嘛 这个重量跟 拿一把枪示威啦 有没有一比一 重量 很重啊 对不对 那质感有没有 质感 而且他有声音嘛 我不知道啦 来 告诉我 我又没有看过真的 我怎么知道质感是怎样 他这个有前面突出来 这个是92的啦 如果没有突出来 你看这个重量跟你们平常拿的真枪差不多吗 一样啊 一比一 一样 对 一比一 一模一样的重量 对 那外观呢 啊 外观呢 外观也一样 完全一比一 完全一模一样 92的手枪 对 那这支拿给你 你怎么知道哪个枪 我分不出来 高兴盒分不出来 连高兴盒都分不出来 看哪一个位置 那刚刚那个目击者 现场目击者有听到 双双有声音嘛 对不对 那事实上 这一个屁孩 这个 这个 这个潘姓的这个 被撞死这一个 他最主要是撞胆 好像威吓一下 他就拿一把假枪 双双之后 对对 惹的那个开车的 卖家不高兴 所以说 不再去看就贵 不再去嘴就贵 不再去嘴就贵 不再去嘴真的贵 那对方也是火气很大说 你居然挑衅我 我撞死你 所以 你看那个监视器的画面 就为这点小事 所以说有时候 警察单位不能只单听单方的说辞 比如说 我们调的监视器 有看到那个过程有追逐 然后还有目击者有听到有声音 他说是骑摩托车那个人拿枪的 是 对不对 事实上这个在外面很多了 我在刑事警察局 我在针士队的时候 我就有遇到啊 我在刑事局的时候针士队的时候 我们那四个同仁 坐针房车 要到新店去抓一个案子 四个都有诈情哦 我都选择到第二千古哦 那红灯现在是不是停红灯 那绿灯以后前面那台没有走 过了几秒我们就跟他扒一下 扒了一下不得了了 到前面的时候他把你拦下来 把我们挥到旁边来 然后那个屁眼也是一样啊 他这把枪就是这样啊 然后把衣服拉高 他说你是在巴杀小朋友 你知道吗 跟我们枪啊 我们下去 他就掀开给你看 为什么我眼睛一瞄我就知道 那你一眼就知道他是真枪假枪吗 这个BB枪有冲气孔 你知道吗 BB枪的都有那个冲瓦斯有没有 好 所以你可不可以教观众朋友 一眼能够分辨真枪还是假枪 但是你要看他词的角度 如果是词这样你真的看不出来 好 他就是因为放在身上是这样 是 这样我刚好看到这个 这个冠瓦斯那个冲气孔 你知道吗 所以有个冲气孔就是这样的 对 他跟你嗆瞎的时候 他说你在巴什么小朋友 然后你把手机拿到肉构到 我就换我掀起来 我说老大 你牙齿要来比鸡腿吗 他看到马上360度 那个本来染金发的这边都刺青的哦 看到马上 大哥大哥 不好意思 刚出来玩 刚出来切头的 不错 你看 我们刑事局都会遇到这样子 屁孩 那像昨天树林被撞死这个 坦白讲就是为了这个买跟卖 然后他质疑他 你在外面有看到那什么 高价收购金饰 道府收购 还有高价收购老酒 有没有看过那种广告 是 贴着有没有夹载车子啊 高价收购老酒 那你想想收购金饰 或是收购像这种劳力士有没有 劳力士啊 对 因为过去 大家对真假 对 就非常在意了 过去我们 过去我们 过去我们在刑事局 我们在查张的时候 我们常常会跟当铺业者打交道 那我们就常会问当铺业者 因为当铺业者说现在的仿真仿到太真了 好 来 观众朋友 我愿景观有带手表来打写 这两支都是 不要我看我让观众朋友看好了啦 来 观众朋友我们来看一下 把镜头拍近一点 两个都是劳力士嘛 这两支劳力士手表 哪一支是真的 哪一支是假的 或者两支都是真的 或者两支都是假的 好 我们给观众朋友看一下 背面也看一下好了啦 细节都要看一下 观众朋友 我今天独家教你三招 因为真 假 常常在面交造成误会或争议嘛 对 所以引发很多纷争 所以如果你有江湖 一眼就看得出来 这样就不用插了啦 对 对吧 如果是假的 好 不好意思 我就不要买了嘛 你们都要插来插去 劳力士我教你三招 嗯 全世界所有的劳力士表都一样 那你怎么知道你 手上带着也拔下来 我现在拔下来 那我知道这支一定是真的啦 我的手一定是真的啦 我现在是要示范给你看 嗯 全世界所有的劳力士手表 只要它是劳力士的 你只要拿到手上 你在手掌心这样敲 轻轻的敲 你知道 轻轻的敲 因为它里面有个自动上链那个 那个发条 是 它会有一个震动的状态 好 你可不可以靠近你的麦克风敲一下 让观众朋友听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 有 这个第一个感觉你就可以抓得出来 它是真的还是假的 其他外观你不用看了啦 轻轻敲要有那个声音 对 有没有 会晃一下 好 好 你再敲看看 我再敲敲看啦 这支我也敲敲看 这过去我们查太多了啦 我们查非常非常多 这支的感觉白脚喔 嗯 来 来 你这 你这里敲 好 来 你敲看看 我这支也敲敲看 这支铁耶 这支有没有 哦 刚刚那个就晃有没有 对 有一个 好 好像里面有一个 这个是 这个是 指针在晃的那种声音 这个是完全都不碰到什么 也就是说 你可以简单先辨识 这是第一点 你也可能卖家不给你敲啊 没有 你这样轻轻的 在手掌心这样 你知道 那不是一张茶壶拿起来 再敲 敲盖子 敲来人家 当然就翻脸了 在你在手掌心这里 这样敲可以 那第二个就是说 所有当部业者 一定会做了一个动作 好 这是第一双 他们一定会把表链 这个链条拿开 因为我们那个机壳 有一个 机壳打开上盖 上盖他一定会打型号 全世界所有劳力士 只要男生的表 他第一个开头是一字的 那女生表是二字开头 你说从这个盖子打开啊 链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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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有 上面的是型号 是哪一型的 比如说 所以现场能够拿开吗 这个 这个要有工具才能拿开 要有工具才能拿开 全世界没有两个极号移末一样的 所以如果是假的 他就连号码都没有 都没有 都没有 还是他们也会打一些假的号码上去 不会 完全不会打 他不会做得太油了 对 他不会做得太油了 那最后一招 最后一招 所有业者讲的他们叫做开罐头 开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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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开罐头就是把后面这个背盖打开 背盖打开 这个背盖吗 这个背盖 对 全世界只要针的劳力士表 一打开就看到两个粉红色的齿轮 那个齿轮是粉红色的 很容易辨识 如果打开就看到那两个粉红色的齿轮 只要有看到那两个粉红色的齿轮 那这个是针的手表 不然再怎么理针都做不出来 你应该打开给我们看看 要有那个 那个钟表那个工具 那因为过去我们在 这三招就可以分辨 真劳力还是假劳力士 因为过去我们在刑事警察局 经常在查章 尤其很多案子 比如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刘邦有这个案子 那其中里面有两个议员 还有一个县长 那其中如果有一个人的劳力士被不见了 万一隔了几年以后 这一颗劳力士流出来 刚好被我们找到这一颗 流出来在哪里 有可能是因为这一颗手表来破案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个对我们警察单位来讲 是非常重要的 那刚好也是机会教育 刚好给一般民众 因为网络的商机 有时候像我们知道 掏帕网对不对 第一个字是不是叫掏 掏 什么都掏啊 大家都给你掏啊 有没有 掏帕网很多东西都是掏的 都是假的 他偷得很严重 好啦 你去掏帕网这个是什么 好 这个是相当 年份相当够的一个普洱茶 老茶 很多是收购什么 收购老酒 收购老普洱茶有没有 那有一些便是他们专业的业者 他会从他的包装 比如说那个老酒的 你放久了 我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包装 你看那个 看起来是真的蛮老的 对 然后封条有没有 上面的封条 是 那过去因为这个面胶 像昨天树林这个是 连看到东西都没有 一个质疑他有没有带钱 一个质疑他有没有带手机来 那一言不合 两个就吵起来就开了 然后就撞了对不对 是 那这个不是 这个是很容易就是说 以前警察单位不是有一个 叫做碰瓷党有没有听过 背着那个陶瓷的放在路边摆 你脚踢到他倒了以后 就跟你讲说你要赔这个多少钱 碰瓷党 对 碰瓷器有没有 碰瓷党 像我们出去玩的时候 是不是有很多瓷器你不要摸 你摸了以后那个掉下来 A说你摸坏了 我刚刚才摸了两盘子 那我现在要告诉你的就是说 像如果是这样的东西 老东西 或是老酒 很重要的关键是你不要转开 不然会各说各话 好但是 有些东西是不让你碰的 像超跑 一碰不要说碰 靠道 都会出问题 高速驰骋山道 意大利民居Pagani Vaira 身怀6.0 V12引擎 售价逼近7000万 在台湾 错号将军的郑委员也有一辆 如今却因为爱车大动肝火 就是这张照片 小朋友整个人几乎快坐上车头 让将军理智线断裂 当时将军把他7000万的Pagani 就放在这里 没想到被两岁孩童靠着拍照 让将军不满大骂 而这番言论呢 也在网络上引起两派宣战 将军痛骂 你笑得开怀 我却想把你碎十万段 这段话引起讨论 网友大骂 跟小孩计较干嘛 靠一下就坏了 我也是罪了 但也有人缓夹认为 小孩不懂车 重点是大人 事隔一晚 妈妈也po文反击 表示要是当下告知 愿意道歉 但不了解情况下 公开po文 用上碎十万段 情绪性字眼 家教是这样教的吗 请你删文 事后将军宣布 粉丝团永远关板 不再回应留言 如今这股风波越野越烈 到底谁有力 就留给民众自行判断 三连秀留品家张哲伟 台北报道 超跑很贵 我们知道 但是超跑虽然很贵 连靠一下都不行吗 有那么严重吗 这个其实 我觉得这个事件 本身跟车辆的价值 应该是没有太大关系 比如说我举例 比如说我的手机 我在喝咖啡 我手机放桌上 有一个陌生人来 然后就摸着你的手机 或者是稍微拿起来看一下 你觉得你会开心吗 我想我也不会开心 每个人应该都这样 但超跑是不是真的有可能 因为碰一下 它的引擎还是 不会这么脆弱 但是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像我常常有在跑比赛 比赛的主办单位 一定会有现场很多showgirl showgirl就是拿着伞 一定是穿着高跟鞋 那鞋又很尖 然后他们就是 其中一定有个工作 就是你要到每一个pit 到每个车队的每一台车 跟每一个车手要合照 他们合照 不会是立正跟阿兵哥一样 他们一定是烧手弄姿 然后什么腿要这样摆 好了 那你腿要翘起来 然后要弯的时候 这时候一定是 第一个你的屁股 一定是坐在人家的 第一个位置就是引擎盖 但是很多好的车 但是这个三岁小朋友 没有坐在他引擎盖上 当然他靠到了 但是比如说我举例 我现场带这个 这个你不要看到 你看这什么 后视镜 三个字后视 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 但是第一 我先讲它carbon的 然后再来如果你单买 就这样子单买 还没有安装 就是材料就要大概两万八 而且这还是日系车 如果是欧洲车 大概要再乘以一点五到两倍 就是比如说你这个 比如说我这样靠着 假设不小心真的压断 因为它只有三个螺丝 你自己看 它只有三个螺丝固定 在那个A柱上面 那万一不小心满部里压断掉 或者是我的手 刚好假设我有戒指 我在拍照的时候 这样手一滑 然后这时候你看到 你无趣了那怎么办 那你就是要赔啊 当然因为碳纤维的材质 基本上它是很硬的 没有错 但是这个其实老实讲 这是Kimoji的问题 那我可以摸一下吗 我当然可以 因为这个是 因为我现在 我建议你摸没关系 我一摸之后 他说他有把我碎西万段 怎么办 可以摸一下吗 可以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 怎么讲 我刚刚讲说 我们那个show go 其实就是这样 我曾经有个车主 他一直开着他的马 然后我们要去比赛 他就下场 然后他的马 一直弄完漂亮亮亮的 然后你知道 像那些好的车 基本上几百万 现在大概五六百万以上的是 基本上那个车头 除了保感以外 几乎都是铝合金 那超跑弹更贵 有些甚至全碳纤维的 所以那个铝合金是这样 他要轻 但是他的硬度没有像一般的钢材那么硬 所以很有可能 其实不是很有可能 其实你手这样一压 不要用力 你就是半身的弯腰去压 其实他就会 已经耐下去了 对 这样一压就会凹痕 对 因为他要轻啊 那你看那个showgirl的体重 至少也四十几公斤 那你坐在上面 会缺买的 所以有一些车主 我们上次就这样子 他比赛的时候 有朋友跟我说 你不要看那个超跑很漂亮 很多周边是一个 蜡膜 要在那个引擎盖上这样做动作吗 摆pose拍照 对啊 有些就这样子 他说 你不要看那超跑很漂亮 要是蜡膜 这样子摆动作 摆pose拍照 糟了 那引擎盖可能 你跪了 摆下去 对 而且你知道他们有一些衣服 搞不好那个 比如说那个裙子后面是有拉链的 就刮身啊 对 你蜡膜要怎么样 然后你不能叫那个showgirl陪啊 他说没有啊 大会叫我去拍照啊 我只是摆个姿势啊 问题是我的车就受伤了啊 那你大会陪吗 你这个就是三方一定吵起来 所以我们是觉得就是拍照的时候 就尽量 我们先跟showgirl讲 来可以 靠着就好 不要坐上去 但是对一个三岁小孩拍张照片 用碎尸万段这样的形容词 会不会太严重 但是这个新闻事件 其实我研究过 的确是没有谁对谁错 而是各有坚持 男生都觉得说 超跑几乎就是我的老婆 你真的不要碰 不是几乎就是我的老婆 比我的老婆还重要 你看啊 你还没有水晶指甲 我有水晶指甲 这个还得了 对不对 一刮花了总是不好看嘛 对不对 这第一件事情 可是妈妈也会觉得说 你长碎尸万段 会不会用词太重了一点 而且大家都忽略了 这张照片其实很有意思 为什么 这个妈妈在帮她 未满三岁的小朋友 拍照的时候 这个小朋友 自己也有坐驾 她是骑着她的车 来到现场 所以这个妈妈 意思是说 我的小朋友 因为看到这个车 车很高兴 她没有满三岁 她要求要过去拍照 所以妈妈就帮忙 拍了这个照片 那妈妈又讲一个氛围 意思是说 如果你真的觉得 因为我们对车车不了解 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这样子 会伤害你的车 你很不爽的话 你现场告诉我 我真的会跟你道歉 那表示这个妈妈 是很明理的 但是她说 你如果用碎尸万段这样子 这个妈妈比较不能接受 好 那因为这件事情 各有各的说辞 因为将军认为 我也没有错 而且将军直接讲了 我很白的告诉你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为什么呢 你看 她说我就是没度量 让别人碰我的车 我觉得将军也是很直 我不会假惺惺说 没关系你碰 我就是不想让人家碰 我的车就是我的小名 她也没有错 我讲那个她也没有错 她会觉得你不要碰我的车 我会不高兴 所以我再强调说 虽然没有谁对谁错 但是这件事情 引起很大的论战说 那这个车 如果你在路上碰到 这么漂亮的超跑 你会去拍照 会呀 但是 你不要靠着他拍照 你站在他前面拍照 可是有一些 那个民众会觉得 这样子感觉 那个车是key上去的 所以有一些人 的确看到超跑 是不是会过去抓着超跑 这样对不对 所以这个新闻告诉我们 你不要这样子做 因为车主会爆跳如雷 不要对我们的碎尸万段 特别是将军进场 爆跳如雷 我记得他对我们 记者爆跳如雷 为什么呢 我先讲一下 超跑将军 郑维源先生 他特别的地方是 在台湾 拥有超跑人多少 那郑维源 超跑将军 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是因为第一 他是这个超跑协会的会长 第二 他拥有的超跑 是超跑中的超跑 他就有两辆限辆 他就有两辆限辆 而且这个车是台湾只有他有 所以当超跑将军把车开出去的时候 大家的确会拍照 有两个新闻事件让他受到瞩目 是第一件事情是2015年的9月 这是当时媒体的报导是说 我们的超跑将军三更半夜 跟他一个朋友 男生两个男生 跑去内湖 找一个叶小姐 超跑将军五十几岁 叶小姐三十几岁 叶小姐身边也有两个男生 所以四个男生 一个女生 打起来了 根据当时苹果日报的报导说 不但打起来 后来还跑到警察局去报案 就互控伤害 为什么超跑将军 会跟这个叶小姐之间 有这样的一个全武行 而且根据叶小姐的说法是 超跑将军 有抓他的头发 有踹他 可是郑先生 郑委员先生也蛮委屈的 他就对叶小姐也提告了伤害 可是这个新闻事件 清晨的时候 那怎么会扯到我们记者呢 因为清晨的时候 他们到派出所做完笔录 当天下午 双方人马突然就到派出所 去撤了告诉了 就说以和为贵 我们就不告了 毕竟这就是一个 那记者还是去拍了 新闻的伤害 对 但是记者就在这个派出所门口 就堵到了超跑将军 超跑将军 觉得以和为贵 是他不告叶小姐 但是你们来拍我是干什么啊 所以将军就火大了 大哥 有什么事情 你可以讲一下吗 发生成我了 你不好吵的 不是啊 所以将军是火爆浪子 不过我相信他爱恨分明 刚刚我们前面讲的三岁小孩 其实超跑将军很疼他的女儿 所以右手 左手臂还刺女儿的这个名字 所以我认为他就是一个 你如果侵犯到我 让我受不了 我就对你 会咆哮 那就记者你拍什么拍 而且他都有讲 不是什么跟前女友的冲突 根本就只是插状的问题 讲到插状 当年在台东 也是很轰动 我们刚刚讲 2015的这个事件之后的 2016 这个超跑将军呢 他就开了那辆跑车 是1500万 而且是2016年的 新版这个超跑 这个我不懂 但是听说 有没有 撞了 1500万的超跑 我真的有吓到 你吓到了 你知道吗 开那个国产车 我查一下资料 是一个女生 跟这个超跑 超跑插撞车 超跑凹下去了一点 但是国产车更惨 整个车全部明明茂茂 这个车祸 因为当时发生车祸 我们是不是要等警方来处理 要等拖掉车来处理 对不对 那现场呢 因为这个是发生在台东的 泰马里 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因为呢 超跑将军 带着所有超跑俱乐部的人 去环岛啦 所以开到这个台东泰马里 那一撞了之后不得了了 所有台东的民众 看到那辆车都疯了 赶快现场就拍了 还有人直播了 影片啊 照片啊 全都拍了 很疯狂 大家真的不是 对超跑将军疯狂了 你不要误会 对那个车疯狂了 就一拍之后 将军生气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超跑总要配美人啊 副驾下来了一个性感游户 长得好美哦 那会不会觉得 这个超跑配美人 这个照片又更美了 大家疯狂的 传到台东的社区网站 社区网站上去 将军又生气了 拍什么拍啦 为什么每次都要拍我啦 拍什么拍啦 为什么每次拍照都让我生气呢 这一次三岁小孩拍照的 那一辆超跑很厉害哦 非常 虽然是非常 因为它是艺术品 它比我们知道的 什么牛马保时捷都还要高一等 而且高非常多 那是什么样的车呢 基本上它是 它来自意大利的一部 就算是年产量非常少的手工跑车 手工 手工 然后在台湾目前好像也只有三部 是这一辆吗 对 这是拍吧 现在这个是原厂的标配的版本 那目前的售价差不多约在 130万到150万欧元左右 130万到150万欧元 对 然后当然还要看你 比如说我这边要碳纤维 我这边要什么材质 那你就要大概5000万形台币 对 但是这个是当地 在欧洲当地的售价 但是你进来台湾 比如说你要加上这个 进口税17.5% 货物税30% 营业税 奢侈税等等 哈喉喉加起来 还要再缴个3000万以上 所以 然后这还没有排 将军 你光买车 那一辆车到底要花多少钱 我的了解应该是破亿 因为它那部车 其实它当时是到了 意大利的工厂内 直接跟老板说 我要这样的配色 我这边要怎么样 我这边要怎么样 结果那个老板说 你这个色很好看 他还给他一个 这样的配色 给他一个名字叫 Steven Style 因为他将军的英文名字 叫Steven 所以他就在这个 所以他那个橘色是 全世界只有他有吗 应该说他橘色配 就是这样的一个配法 那样的配法 全世界只有他有 独一无二 对 然后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 叫Steven Style 这样子 然后他也在这个 他的引擎盖上 也给他签个名字 这样 所以就是他也因为 就是这样的配色 然后那一桩我这边 我就说这边要卡碧 这边要什么皮 这边几皮真皮什么的 就是加了很多配备 所以我的了解 应该是破亿意 所以以后我们在路上 看到超跑 不要靠近他 开拍照 甩远一点